各位观众大家好,是我David Sir 现在是2019年11月7日 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再谈谈何君尧议员的一件事 我想借用陈振威大律师经常说的一句话 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阿婆都知道事实是怎样的 首先很简单 何君尧议员只是受伤入了医院 他受伤的位置是在心脏附近的位置 刚好被辣骨挡住了 才是轻行没事的 而且他反应也够快 好,我想问问你 如果这个事件是自编自编自演的话 你会不会找那个扮演者 扮演伤害我的人 去对我心脏动手呢 你问一下这件事就可以了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多说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件事究竟是真还是假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但是我看到很多评论 不是去谴责暴力 而去关心何议员的伤势 反而是说 他是影帝 他是做戏 甚至他打尖做手术 就是为取消区议会的选举 去铺路 那还有人说 林郑关心何君尧多个关心科大的学生 而且这件事件是很怪异的 整件事 实际上是何议员的苦肉计 还有自编自导自演 就是说这件事会不会是陈水扁的翻版呢 还说过程里面有很多疑点 就是这些这样的说法 可以看到某一些评论者 其实他们是几偏颇啊 还有是不是将个事实去说出来呢 他够不够胆 去拿出更加多的证据 更加多的事实 而那个司集者 亦都是年灯和高灯里面的常客 那我想请问一下 究竟 怎自导自编自演呢 自编自导自演 那这一件事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有没有分析过 有没有去留意一下 究竟事情的发生经过是怎样 只是因为立场不同 就需要这么懒血 不是吧 好 另一件事要说的就是 科大 今天毕业典礼 大场毕业典礼 真是乱七八糟 其实 现在毕业的旺季 每一间大学 其实都会在这段时间里面 行这个毕业典礼的 但是你只见到 很多口罩 蒙头蒙面的人走来走去 手上高 拿着很多标语 在唱歌歌的时候 又大喊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先把毕业典礼 搞成什么 你有的诉求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学生 你的同学 都有这样的诉求呢 他们这个毕业典礼 真是永生难忘地 伤心啊 因为很好的一个毕业典礼 竟然被你们这样破坏了 你们有没有尊重其他人 究竟 你们在做什么呢 我很相信 CCTV已经出现了 那那个CCTV是领展公布出来的 将整件事 早几个小时开始 就一路播 一路这样告诉大家 这件事是否警方的问题 警方有没有阻碍到救援呢 那我看到上面 有一位科大的毕业生 手上也拿着一张海报 他上面写着 黑警阻碍救援 犹童谋杀 喂 你都没有看到所有的事情 那你就做了这张海报出来 我想请问一下你 你究竟有什么证据 去证明这件事 还是其他人跟你说 你会觉得这件事是事实呢 这件事我是觉得非常可悲的 香港人真的要想清楚 思考一下 让新闻飞一阵 等新闻 有更多的资料 材料出来 那你才去评定那件事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用你的触觉 用你的智慧 去看这件事的真偽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 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方式的时候 那其实香港的平静 真是指日可待的 好 在这里再次祝何议员 早日康复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OK 还有看一看 我今早订出来的那条片 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好 今天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 拜拜